今天是早上的5點59分 這是我的早餐 餅 然後一個蒸蛋 這邊是一杯豆漿 但是昨天晚上剩個狗肉 想喝點稀的 其實我打不起精神來 叫沒選好 蒸蛋還挺嫩的 好久了吃蒸蛋了 這點早餐是一塊五毛錢 左邊的棱貼右邊黃線的時候 趕緊往左打一圈 馬上停線的時候往左打一圈 往左打一圈 對打一圈 好盯入棱看黃線 慢點慢點 S彎沒時間現在棱子 只要你把樹木扣住 好好處理 冷始終根本的黃線走 但是留一點米度 如果它要停線的時候 它修 修一修 不行我再修 始終去修這點回這點 這冷轉過來之後 就不跟那邊走了 不認去了 頂上那一圈 幫它一把回燈 頂上就回燈 頂上就回燈 再往右打一圈 對 你冷頂上回正圈 把雨發器頂上再往右打 你就打了一圈半 我曬三天紅黑的 再白都沒用 曬個古銅舍也挺好的 好像臉一樣 回去我的脖子兩個顏色 今天又練了一天 你看我這樣子 這熊樣 曬的不是一般的黑 我說我現在脖子 有幾圈顏色 像套了圈似的 他們也一樣 來的時候白白晶晶的 一天下來之後全都是黑 現在是5點多了 我還練一會 這時候血緣少了 昨天S1不是搞不定嗎 今天好了 開的可順手了 一點臭都不出 我發現越是難弄的東西 到最後都是讓你手法最熟練的 反而是什麼 不如以前好了 倒車什麼酷胃啥的 倒車一酷 倒車一酷 車放停車 車放停車行 倒車一酷剛開始是最熟練的 但今天也不知道是座椅沒調好 還是說角度不太對 反正我是阿德昨天那點來的 但今天每次都不是特別精準 估計還是座椅靠背 跟以前的 因為我一直在換車 跟以前的車子調的不一樣 還是只有差距了 應該是這樣 我坐這休息休息腿 什麼手腿都不好使了 練了一天 今天是真的練了一天 這兒都勒紅了 口罩也勒 然後東西什麼帽子也勒的 但是還是曬黑了 牙腿不好使了 手掌也不算太好使 但是像你們說的其能不著 你也不多加練習的話 馬上考試了怎麼能過 所以我就實際實練 明天只要睡醒了就過來 別管我幾點鐘起來了 我發現經濟神不好的話也影響了 這是必須得睡眠才好才行 行了我先回去了 坐我的一線車子一塊錢的 然後回去休息一下 這幾個老大師我們在探討 就是說等公交車 一邊等公交車一邊探討 白天遇到的問題 然後怎麼能練好 都是有正事的 今天白天也沒拍什麼視頻 因為真的是在練車了 一天都在練車 吃飯那點時間都捨不得吃 就想多上手 因為這個考試也就練 之前也練五六天 如果你真的不認真 不認真不抓緊練的話 真容易過不了 雖然是你現在覺得熟練了 不怕一萬子怕萬一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今天白天一直在換車 可能都換了有五輛的車 就是感受不同的車 我能駕馭得了每一輛車 其實每一輛車的性能 都是有區別的 你不管是油門 我覺得發工機都不一樣 各種各樣的 還有座椅 位子哪都不一樣 所以說你 就是因為車子不一樣 位子也不一樣 到時候你定點的時候 你不管是停車 還是什麼的 還撤停 我都忘記怎麼回事了 不知道怎麼叫了 你學名 如果說車子不一樣 真的是到車的時候真的有差別 所以我今天就適用不同的車子 你考試的時候 不可能是你平時練車這種車 肯定是專門那個考試的車 對吧 所以今天一天真的是沒有閒的 現在都晚上七點多了 我沒吃晚飯也不餓 我現在必須得靠靠自己了 我有點累了 想解點乏 所以白天真的沒怎麼拍視頻 白天倒是跟這些所有的學員 真的是打成一片 這些老大哥呀 叔叔們 小姐姐們 阿姨們 還有小妹妹們 什麼跟他們一直在接觸 其實挺好玩的 就有點像上學的感覺 還挺有意思的 關鍵時候還能互幫互助 挺好挺好的 真挺好的 我去吃飯去吧 阿姨 阿姨